大家好,欢迎回到AI新式带频道 自从我们上次讲解了PicaLabs的演示视频后 PicaLabs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更新 在今天的视频中,让你亲自感受一下 如何制作一系列连贯的长视频 你看到的这个原本只有3秒钟的丧失片段 现在增长为14秒钟 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也错过哦 保证你看完本期内容后 能够完全掌握制作长视频的新技巧 以及所有更新的功能 首先,打开Discord的网页版或者是程序版本 选取最左边的PicaLabs频道 点击任何公共频道进入私聊模式后 你就可以在这个您的私人空间下生成你的视频 想要更深入了解PicaLabs的操作 就请在下方资讯栏中点击链接 查看我们之前的完整入门教程视频 在那里已经展示了许多实用的技巧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你可能还记得我们上一期视频中用过 slash斜线Create指令 这次我们将学习新技巧 slash斜线Animate指令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资料 Animate功能实在太棒了 你无需输入任何提示词 就可以先上传参考图片 然后生成视频 当然你也可以在后头 加上提示词的内容 及其他参数 这两个指令基本上功能是相似的 如果你以参考图片为主 那就直接使用 slash斜线Animate指令吧 如果只是使用上传参考图片 而没有输入任何参数 会不会不太好呢 你可以看一下屏幕中 PicaLabs生成电影的默认参数 实际上 不管用文字 还是图片生成的影片 就算您不输入任何参数 从一开始 就默认了所有这些预设的参数 现在我们只上传参考图片 不添加任何提示词或参数 然后就可以看到 根据这张参考图片 生成的电影片段 看 效果也挺好的 对吧 其中 FPS是今次更新中一个重要功能 全名是 Frame Per Second 即每秒显示的影格数 数值越大 代表视频会越流畅 以前我们一秒只有8帧 现在已经升级为1秒24帧了 所以 生成的影片看起来更为流畅 而且 你还可以自己 调整在8至24帧之间的范围 当我有时发现 生成的片子不够流畅 我会自己添加FPS24这个参数 在这个Prompt的位置 你可以不输入提示词 直接输入你需要的参数 但紧急参数 一定在提示词的内容后面 格式会像这样 在设置影片或者是剪辑视频的时候 我们经常了借助运镜 Camera Movement 技巧来营造气氛和情感 PicaLabs 在9月初的更新中 添加了相当实用的 Camera参数 可以用来控制运镜方式 例如 Zoom缩放 点Pan 不同方向平移 和Rotate旋转 请看屏幕中 Camera参数的示范吧 我已经为大家准备了详细的测试和参考 操作起来就像是小菜一碟 你只需要在提示放后方 加上Camera参数 然后是你需要的运镜方式就可以了 我在全部示范的视频设置上 只加了参考图片 没有其他提示词内容 只有Camera和Motion 4参数 增加Motion可以增强画面的动态强度 如没有输入预设只有1 但为了突出效果 我使用了最大直四 如果你想营造不同的影像效果 可以考虑结合使用Motion参数 利用PicaLabs生成影片 虽然是免费的 但并不是无限制的 我们过去每5分钟内 最多可以生成10个视频 现在放宽到每分钟 最多生成10个视频 这配额已经相当充足 能制作出一些YouTube短片 或任何短视频 不过 由于视频长度限制为3秒 我将示范如何将视频延长超出3秒的限制 并制作成两个视力短片 一个是开场前 大家看到过的12秒丧失影片 另一个是现在您看到的可爱的狗在跳舞 这类长视频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一学便会 首先 我们要制作一个3秒短片 起初我是用提示词 slash斜线create指令 即加入相关的内容和参数 有时候可能需要重复生成和调整参数 才能制作符合期望的影片 这部分大家真的要些耐心和试试调教不同的参数 经过几次尝试后生成的视频 看起来不错 现在下载这个视频 以及需要这个视频的最后一帧来再制作下一个视频 这样便可以有一系列连贯的影片效果了 在两个免费的工具中可供选择 首先就是我们需要前往finalframe.net上传刚刚下载的三秒视频 在中间部分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帧影格 可以点击它 然后你就可以在下方看到 在日后能直接发送给Picker Labs或Runway进行视频生成 但现在我们需要下载最后一帧影格的图像 再用来制作下一个视频 另一个方法是利用CapCut剪映 这是一个免费的剪辑工具 可在网页版或下载电脑中使用 我打开剪映工具 点击开始创作 将三秒长的视频导入 再拖进到下方的时间轴编辑 调整到最后一帧影格的位置 在播放器的右上角点击这个位置 选择导出静态针画面 你可以选择所需分辨率 如1080p 然后按下导出 你就会取得最后一帧影格的图像了 一旦你取得了最后一帧影格的图像 你就可以用PicaLabs的slash斜线 Animate指令上传刚下载的最后一帧的参考图像 输入相关的内容和其他参数 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参考以前的教学视频 我已经详细说明和演示了这些参数的应用 只要重复下载所需的视频 并提取最后一帧影格 你就能得到一系列连贯的视频片段 最后 我们来简单剪辑一下这些视频 你可以使用任何你喜爱的视频叠辑软件 我将使用免费的CapCut 简映视频叠辑软件 将所有所需的视频都导入到软件中 然后将它们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到时间轴上 如果有些片段不够流畅 你可以使用鼠标选择要改变速度的片段 然后在属性中选择变速 这样一来 就能非常容易地改变视频的速度了 看 现在已经更加流畅了 再加上一些音乐和特效 记住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免费版 记得选择 非VIP素材 否则就无法导出了 最后我们导出成品 让大家看看成果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 遇到任何问题 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会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新号新号请帮忙订阅点 分享点 按赞或留言 你的支持 就是我们持续制作高品质内容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次再见